大家好,我是李灿,又到了哈利波特有声书的环节了,今天咱们来读一读哈利波特与魔法师第八章,因为这一章不是特别长,所以呢,就做一集。 在这一集里,哈利终于开始上课了,遇到了好几个老师,不过其中呀,他感觉斯内普教授好像特别不喜欢他,这让他非常的困惑,也非常的难过。 那么咱们就准备开始读吧,不过在这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是在什么时候听有声书的? 比如像我,我就是每天早上出去走路的时候会听有声书,那么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呢? 记得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一下,我特别好奇,那么咱们开始读吧。 就在那边,快看,哪边?在那个高个红头发男生旁边,那个他有眼镜的。 你看见他的脸了吗?看见那种伤疤了吗? 第二天,哈利走出寝室,这些窃窃私语就一直紧追着他。 学生们在教室外边排着长队,哥哥点着脚尖,想一睹他的真面目。 在走廊里,他们从他身边走过去,又折回来,死死地盯着他看。 哈利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因为他要集中注意力寻找去教室的路。 霍格沃茨的楼梯总共有142处之多,他们有的又宽又大,有的又窄又小,而且摇摇晃晃。 有的每逢星期五就通到不同的地方,有些上到半截,一个台阶会突然消失。 你得记住在什么地方应当跳过去。 另外,这里还有许多门,如果你不客客气气地请他们开门,或者去一些的统队地方,他们是不会为你开门的。 还有些门根本不是真正的门,只是一堵堵貌似是门的坚固的墙壁。 想要记住哪些东西在什么地方很不容易,因为一切似乎都在不停地移动。 肖像上的人也不断地互访,而且哈利可以肯定,连甲咒都会行走。 你拿幽灵门也没有办法,常常是当你正要开一上门时,一个幽灵突然从门后窜出来,吓你一大跳。 差点没头的尼克当然乐意为格兰芬度的新神们指路,可如果你上课已经要迟到, 偏偏又碰上喜欢恶作剧的皮皮鬼,那就比碰上了上了锁的两道门, 外加一道激光虫虫的楼梯更加难办了。 它会把废纸镂扣到你头上,抽掉你脚下的地毯,朝你扔粉笔头,或是偷偷跟在你背后。 趁你看不见的时候,抓住你的鼻子大声尖叫, 嚼着你的鼻子喽! 如果还有什么比皮皮鬼更糟糕的,那就要属管理员阿格斯·费尔奇了。 开学的第一天早上,罗恩和哈利就跟费尔奇之间产生了芥蒂。 费尔奇发现他们硬要闯一道门,而那道门正好是通往四楼禁区走廊的入口。 费尔奇不相信他们是迷了路,认为他们故意要闯,便威胁着要把他们锁进地牢。 幸亏齐洛教授刚好经过这里,帮他们解了围。 费尔奇养了一只猫,名叫洛丽丝夫人。 这只骨兽如柴,毛色暗灰的火雾,长得像费尔奇那样灯泡式的骨眼睛。 他经常独自在走廊里巡逻,如果当他的面犯规,即使一个脚趾交出现, 他也会飞快地跑去找费尔奇。 两分钟后,费尔奇就会哼哧哼哧连须带船地跑过来。 费尔奇比谁都清楚校园里的秘密通道,也许维斯莱家的孪生兄弟除外, 而且会像幽灵一样冷不丁穿出来。 学生们对他恨之入骨,许多人都恨不得照他的洛丽丝夫人狠狠地踹上一脚。 然后,一旦你找到教室,那就要面对课程本身了。 哈利很快发现,除了灰动女的魔杖,念几句好玩的咒语之外,魔法还有许多很高深的学问呢。 每星期三晚上,他们都要用望远镜观测星空,学习不同星星的名称和行星运行的轨迹。 一周三次,他们都要由一个叫斯普劳特的矮盼女巫,带走到城堡后边的温室去上草药课, 学习如何培育这些奇异的植物和军类,并了解他们的用途。 最令人厌烦的课程,大概要算魔法史了,这也是唯一由幽灵教授的课程。 想当年,宾司教授在教宫休息室的壁炉前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去上课时,请忘记带上自己的身体。 足见宾司教授生前确实已经很老了,上课时,宾司教授用单调乏味的声音不停地讲, 学生们就寥寥草草地记下人名和日期,把恶人莫瑞克和怪人尤里克也搞混了。 教授魔咒的是一位身材小的出勤的男巫费里维教授,上课时他只得站到娱乐书上,这才够得着讲桌。 开始上第一堂课时,他拿出名册点名,念到哈利的名字时,他激动地尖叫了一声,就倒在地上,不见了。 麦格教授跟他们都不一样,哈利没有看错,他一眼就看出这位教授不好对付,他严格聪明。 他们刚坐下来上第一堂课,他就给他们来了个下马威。 变形术是你们在霍格沃茨所学的课程中最复杂,也是最危险的魔法。 他说,任何人要是在我的课堂上调皮捣蛋,我就请他出去,永远不准他再进来。 我可是警告过你们了,然后他把他的讲桌变成了一头猪,然后又变了回来。 学生们个个都被吸引了,恨不得马上开始学,可他们很快就明白,要把家具变成动物,还需要好长一段时间呢。 他们记下了一大堆复杂艰深的笔记之后,他发给他们每人一根火柴,开始让他们试着变成一根针。 到下课的时候,只有赫敏格兰杰让他的火柴起了些变化。 麦格教授让全班看,火柴怎么变成银亮亮的针的,而且一头还很尖,又向赫敏露出了难得的微笑。 全班真正期待的课程是黑魔法防御术,可奇洛教授的这一课几乎成了一场笑话。 他上课的教室里充满了一股大蒜味,人人都说这是为了驱走他在罗马尼亚遇到的一个吸血鬼,怕那个吸血鬼会回过头来抓他。 他告诉他们,他的大围巾是一位非洲王子送给他的礼物,那位王子是为了答谢他,帮助他摆脱了还魂僵尸的纠缠,不过谁也说不上是不是真的相信他说的这个故事。 首先,当西莫菲尼干急不可耐地问奇洛教授,是怎么打败黄魂僵尸的时候,教授满脸仗的通红,含含糊糊,说起了天气。 其次,他们发现他那块大围巾也散发出一股怪味,维斯莱家的孪生兄弟坚持说,那里面肯定也塞满了大蒜。 这样,无论奇洛教授走到哪里,他都有了防护。 哈利发现自己和大家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于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这里许多人像他一样,来自麻卦家庭,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是巫师。 他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就连像罗恩这样巫师世家出身的人也不见得领先多少。 星期五,对哈利和罗恩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日子。 他们终于找到了去礼堂吃早饭的路,中途没有迷失方向。 今天我们都有哪些课? 哈利一边往燕麦粥里放糖,一边问罗恩,跟斯林特莱的学生一起上两节魔药课。 罗恩说,斯内普是斯莱特林学院的院长,都说他偏向自己的学生。 现在倒可以看看是不是真是这样,但愿麦格教授也能偏向我们。 哈利说,麦格教授是格兰芬多学院的院长,但他昨天照样给他们留了一大堆作业。 就在这时,邮件到了。 现在哈利已经习惯了,可是在第一天吃早饭的时候,百十来只猫头鹰突然飞进礼堂,着实把他吓了一跳。 这些猫头鹰围着餐桌飞来飞去,直到找到各自的主人,把信件和包裹扔到他们腿上。 到目前为止,海德威还没有给哈利带来过任何东西。 他有时飞过来啄一下哈利的耳朵,讨上一小口吐司,然后就飞回猫头鹰屋,和校园里的其他猫头鹰一起睡觉去了。 但是今天早上,他这扑轮的翅膀落到果酱盘和糖罐之间,将一张字条放到了哈利的餐盘上。 哈利即刻把字条打开。 亲爱的哈利,自己非常潦草淋乱。 我知道你星期五下午没有课,不知能否在午后三十前后过来和我一起喝茶。 我很想知道你第一周的情况,请让海德威给我一个回音。 海格,哈利向罗恩借来羽毛笔,在字条背后匆匆写道, 好的,我很乐意,下午见,然后就让海德威飞走了。 幸好哈利还有跟海格一起喝茶这个盼头, 因为魔药课是哈利进霍格沃茨之后最厌烦的一门课程。 在开学宴会上,哈利就感到斯内普教授不喜欢他。 第一节魔药课结束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想错了。 斯内普教授不是不喜欢他,而是恨他。 魔药课是在一间地下教室里上课, 这里要比上边城堡主楼阴冷, 严强摆放着玻璃罐, 里面浸泡的动物标本更令人瑟瑟发抖。 斯内普和弗利维一样,一上课就拿起名册, 而且也像弗利维一样, 点到哈利的名字时总要停下来。 哦,是的, 是的,他小声说, 哈利波特, 这是我们新来的鼎鼎大名的人物啊。 德拉科马尔夫和他的朋友克拉布和高尔用手捂着嘴, 呲呲地笑起来。 斯内普点完名后,便抬眼看着全班同学, 他的眼睛像海格的一样乌黑, 却没有海格的那股暖意。 他的眼睛冷漠,空洞, 使你想到两条漆黑的隧道。 你们到这里来, 是为了学习这门魔药配置的精密科学和严格工艺。 他开口说, 说话的声音几乎比耳语略高一些, 但人人都听清了他说的每一个字。 像麦格教授一样, 斯内普教授也有不费吹灰之力, 能让教士秩序紧扬的威慑力量。 由于这里没有傻乎乎的挥动魔杖, 所以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不会相信这是魔法。 我并不指望你们能真正领会那文火漫味的钢锅冒着白烟, 飘出阵阵清香的美妙所在。 你们不会真正懂得流入人们血管的液体, 令人心荡神痴意志迷离的那种神妙魔力。 我可以教会你们怎样提高声望, 酿着荣誉,甚至阻止死亡, 但必须有一条, 那就是你们不是我经常遇到的那种笨蛋傻瓜才行。 他讲完短短的开场白之后, 全帮哑然无声, 哈利和罗恩扬了扬眉, 交换了一下眼色。 赫敏格兰杰几乎挪到椅子边上, 朝前趟着身子, 看来是急于证明自己不是笨蛋傻瓜。 波特, 斯内普突然说, 如果我把水仙根粉末加入艾草净叶, 会得到什么? 什么草根粉末放在什么溶液里? 哈利看了罗恩一眼, 罗恩跟他一样也挣住了, 赫敏的手臂高高地举到空中。 我不知道先生, 哈利说, 斯内普轻蔑地撇了撇嘴, 看来名气并不能代表一切。 斯内普有意不去理会赫敏高举的手臂, 让我们再试一次吧, 波特, 如果我要你去给我找一块粪食, 你会到哪里去找? 赫敏尽量在不离开座位的情况下, 把手举得老高, 哈利却根本不知道粪食是什么, 他尽量不去看马尔弗, 克拉布和高尔, 他们三人笑得浑身发颤。 我不知道先生, 我想你在开学前一本书也没有翻过, 是吧, 波特。 哈利强迫自己直勾勾地盯着那对冷漠的眼睛, 他得斯里加识, 他确实把所有的书都翻过了, 但是难道斯内普能要求他把千种神奇药草和训练的内容都背下来吗? 斯内普仍旧没有理会赫敏颤抖的手臂。 波特, 那你说说周形乌头和狼独乌头有什么区别? 这时赫敏站了起来, 他的手笔直伸向地下教室的天花板, 我不知道, 哈利小声说, 不过我想赫敏知道答案, 您为什么不问问他呢? 有几个学生笑出声来, 哈利碰到西莫的目光, 西莫朝他使了个眼色, 斯内普当然很不高兴, 坐下! 他对赫敏怒吓道, 上我来告诉你吧波特, 水仙根粉和艾草加在一起, 可以配置成一种效力很强的安眠药, 就是一服生死水。 粪食是从山羊的胃里取出的一种石头, 有极强的解毒作用, 至于周形乌头和狼独乌头, 则是同一种植物, 也捅成乌头, 明白了吗?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记下来? 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摸索羽毛笔和羊皮纸的沙沙声, 在一片嘈杂声中, 斯内普说, 波特, 由于你顶撞老师, 格兰芬多会为此被扣掉一份, 魔药课继续上了下去, 但格兰芬多的学生们的处境并没有改善, 斯内普把他们分成两人一组, 直到他们混合调这种治疗阶子的简单, 不当药水, 斯内普拖着他那件很长的黑斗篷, 在教室里走来走去, 看他们撑甘群麻, 粉碎蛇的毒牙,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挨过批评, 只有马尔夫幸免, 看来马尔夫是斯内普偏爱的学生, 正当他让大家看马尔夫真主带触角的鼻涕虫的方法 多么完美时, 地下教室里突然冒出一股酸性的绿色浓烟, 传来一阵很响的嘶嘶声, 纳威不知怎的, 把稀末的干锅烧成了歪歪扭扭的一块东西, 干锅里的药水泼到了石板地上, 把同学们的鞋都烧出了洞, 几秒钟内, 全班同学都站到了凳子上, 干锅被打翻时, 纳威浑身浸透了药水, 这时, 他胳膊和腿上倒出是红肿的鞋子, 吞着他哇哇乱叫, 白痴! 斯内普咆哮起来, 挥起魔杖将泼在地上的药水一扫而光, 我想你大概是没有把干锅从火上端开, 就把豪租刺放进去了, 是不是? 纳威抽吐答答地哭起来, 连鼻子上都突然冒出了许多鞋子, 把他送到上面的医院去, 斯内普对西莫历声说, 接着他在哈利和罗恩身边转来转去, 他们俩正挨着纳威操作, 波特,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不要加进豪租刺呢? 你以为他出了错就显出你好吗? 格兰芬多又因为你丢了一分, 这也太不公平了, 哈利正要开口辩解, 罗恩在干锅后边踢了他一脚, 别胡来, 他小声说, 听说斯内普特别不讲理, 一小时后, 他们顺着台阶爬出地下教室, 哈利头脑里思绪翻滚, 情绪低落, 开学第一周, 格兰芬多就因为他被扣掉了两分, 他不知道斯内普为什么这么恨他, 打起精神来, 罗恩说, 斯内普经常扣弗雷德和乔治的分, 我能跟你一起去见海格吗? 三点差五分, 他们离开城堡, 穿过场地, 向海格的住处走去, 海格住在近邻边缘的一间小木屋里, 大门前有一张弩和一双橡胶套鞋, 哈利敲门时, 他们听见屋里传来一阵紧张的挣扎声, 和几声低声的犬吠, 接着传来海格的说话声, 往后退, 往后退, 海格把门打开了一道缝, 露出他满是胡须的大脸, 等一等, 他说, 往后退, 海格把他们俩让了进去, 一边拼命抓住一只庞大的黑色猎犬的项圈, 小木屋只有一个房间, 天花板上挂着火腿, 野鸡, 火盆里用铜炉烧着开水, 墙角放着一张大床, 床上是用碎布拼接的被褥, 不要客气, 海格说着把牙牙放倒了, 牙牙立刻纵身朝罗恩扑过去舔他的耳朵, 像海格一样, 牙牙显然也不像他的外表那么凶猛, 这是罗恩, 哈利对海格说, 海格正忙地把开水倒进一只大茶壶里, 一边把盐皮饼往餐盘里放, 又是一个维斯莱家的小兄弟吧, 海格说, 朝罗恩的满脸雀斑瞟了一眼, 为了把这对孪生兄弟赶出镜铃, 我几乎耗费了大半辈子的精力, 盐皮饼差点没把他们的牙割掉了, 可哈利和罗恩一边装出很爱吃的样子, 一边把这几天上课的情景讲给海格听, 牙牙把头整在哈利膝头上, 口水把他的长袍都阴湿了一大片, 听海格管费尔奇叫那个老饭桶, 哈利和罗恩很高兴, 至于那只猫, 那个洛丽丝夫人, 有朝一日, 我真想把他介绍给我的牙牙认识认识, 你们知道吗?每次我去学校, 无论到哪儿,他都跟着我, 甩也甩不掉,准是费尔奇让他这么干的。 哈利对海格讲了斯内普课上的事, 海格跟罗恩一样, 要哈利不要担心, 因为斯内普几乎没有喜欢过任何学生, 可他好像真的很恨我。 瞎说,海格说, 他为什么要恨你? 可哈利总结了海格在说这话时, 有些有意回避他的目光。 你哥哥查理怎么样? 海格问罗恩, 我很喜欢他, 他对动物很有办法。 哈利怀疑海格有意转移话题, 罗恩向海格讲查理研究火龙的情况时, 哈利发现茶壶暖罩下, 压着一张小纸片, 那是从预言家日报上剪下来的一段报道。 古灵格非法闯入事件最新报告, 有关7月31日, 古灵格非法闯入事件的调查仍在继续进行, 普遍认为这是不知姓名的黑巫师所为。 古灵格的妖精们今日再度强调未被盗走任何东西, 被闯入者搜索过的地下金库, 事实上于当日早些时候提取一空。 一位古灵格妖精发言人今日午后表示, 金库中究竟存放何物, 无可奉告, 请勿干预此事为好。 哈利想起罗恩在火车上对他说过, 有人试图抢劫古灵格, 不过罗恩没有告诉他具体日期。 海格, 哈利说, 古灵格闯入事件发生的那一天, 正好是我的生日, 很可能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也在那里。 毫无疑问, 海格这次确实不敢正视哈利的眼睛, 他只哼了一声, 又递给哈利一块盐皮饼。 哈利把这篇报道又看了一遍, 被闯入者搜索过的地下金库, 事实上于当日早些时候提取一空。 如果拿走那个脏兮兮的小包, 就意味着提取一空的话, 那么海格就已经把713号地下金库提取一空了。 那个脏兮兮的小包, 难道就是闯入者要找的东西吗? 哈利和罗恩步行回城堡吃晚饭时, 他们的衣袋里沉甸甸地装满了盐皮饼, 出于礼貌, 他们不好意思拒绝。 哈利觉得与海格喝了一下午茶后, 需要他思考的问题, 要比这几天上课时需要思考的多的多了。 海格及时拿到了那个小包吗? 小包现在在什么地方? 海格是不是知道一些关于室内谱的事情, 但又不愿意告诉他呢? 那么今天就读到这儿吧,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告诉我, 还有记得和我分享一下, 你是在什么时候听有声书的。 那么下次再见了。